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俗话说得好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各种离奇事件 很多事情至今没有准确答案 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专家在发现墓葬的过程中 更能遇到各种离异事件 比如接下来考古专家 在虚仪县马坝镇云山村附近考古判测时 他们在大云山脚下就破解了当地存在的一个鬼迷团 在村民的帮助下 一举发掘出西汉顶级诸侯王墓葬 日间回到2009年 江苏区一县云山村村民 正在大云山山脚下像往常一样进行春耕 等到快中午的时候 村民到山脚下的一棵树下进行休息 等他伸来药时 突然看到山顶上突然连续喷出大量黑烟 这些黑烟经久不散 一直笼罩在山头 村民是在住在山脚下耕种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情况 好奇的村民立即爬上山头进行查看 当村民爬上山顶后 笼罩在山顶的黑烟逐渐散去 黑烟下经现出一个特大黑洞 这个黑洞在山顶龙塘的附近 村民看到黑洞旁边有大量木砖存在 于是他断定这个大洞由盗墓贼挖出 为了不打草惊蛇 村民立即下山报警 当警方到达后 洞中的盗墓贼已经人去楼空 警方随后紧急联系江苏去一线文物局 专家听闻 大云山山顶发现盗墓后 火速赶往考古现场 就在专家认为 墓中宝物被盗空后 他们在挖掘的过程中发现三具尸体 这些尸体让专家狂喜不已 专家断定 这座墓葬并没有被盗 村民看到山上的黑烟 正是盗墓贼为了盗墓进行爆破 留下的痕迹 不料墓主人早有先见之明 爆破最终让他们有来无回 为了防止盗墓贼再次盗墓 专家决定对墓葬进行紧急挖掘 专家在墓中先后挖出国宝文物 带到惊人的上万件 其中包括锚 剑 弩机 剑凑 铁艇 铠甲 鞭钟 鞭镜 钵 铜顶 坐进一千玉石 马脑铜镇等 在众多文物中 最深贵的便是墓主人的极品预官 经过墓主相关信息 转家最终确定 墓主人为西汉时期第一代的江都王刘飞 本期的选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